传说有这么一种邪术 靠吸食他人的精气永保青春 男人爬起来想要逃跑 身后却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 女妖去哪里啊 她惊恐地回头 突然一股力量把她拖回了山洞 人们纷纷被女妖吸走了精气 化作矮矮白骨 这正是女妖月起罗修炼的老巢 初臣子告诉无心 当年月起罗为非作歹残害百姓 师祖为了将她降服 便找到了月起罗修炼的老巢 穷尽心血悟出镇压月起罗的福禄镇 此阵不仅有道教的法术 也包含了月起罗修炼的妖术 所有的内容都记录在一本秘籍中 该秘籍就尘封在月起罗的老巢 只要拿到秘籍就能制服作恶多端的月起罗 无心之道必须除掉月起罗否则永无凝毓 顾玄武不放心便带队一路护送 他们找到了山洞 无心让顾玄武守在洞口 他和初臣子下洞着密 两人穿过一条通道 发现一间禁锢精气的密室 这是月起罗部下的锁魂镇 无数的亡灵在空中飘荡 看来这里就是月起罗的避难所 一旦遭遇不测他就会来到这里 吸取精气折服自保 眼下他们必须通过锁魂镇 无心天生能驱鬼避神 冤魂对他毫无威胁 可身为凡人的初臣子该怎么经过呢 只见他拿出一张符咒 这不是我师祖留下的罪品吗 他把符咒贴在额头 可没走几部符咒就被烧成灰烬 无心观察出冤魂的行动轨迹 他指挥初臣子左躲右舍 成功抵达了对面 另一边 月起罗房间里的计台阵的厉害 他知道有人闯进了自己的老巢 他解下脖子上的项链 决定施法报复他们 只见山洞外一棵树上的符咒开始闪烁 其中一根布条突然钻进一个士兵的后背 在符咒的操控下士兵慢慢走进洞口 一个军官在后面叫住了他 士兵眼中泛起绿光 一个转身放倒了军官 另外两个士兵也被他解决了 好在顾玄武及时出现将他击毙 看着手里的布条 据施法漫天的布条飞进军云 士兵们请客间狂性大发攻击同伴 军营陷入一片混乱 这是一道符咒追上月牙贴在他后背 奇怪的是月牙并没有被控制 原来是无心交给月牙的香包起了多用 好在里面的符咒足够多 顾玄武赶紧吩咐把符咒发给其他人 自己则继续寻找众邪的士兵 扯掉他们身上的布条烧毁 最终破解了月起罗的血树 无心和出臣子在山洞找到一处祭坛 上面插着三根骨头 骨头上刻着诡异的符纹 出臣子直接拔掉了中间最大的那根 经过比较果然和风云月起罗的符纹一模一样 此时远在千里的月起罗感应到有人动了骨头 竟然往死里逼我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他再次施法 所魂阵的冤魂全部冲向山洞深处 他们钻进石像里 石像随即崩裂 里面藏着的竟然是木乃伊 一时间无数的木乃伊朝无心冲了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